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屏東農水產品 好理推薦會的活動現場了 我是主持人安妮塔 這次屏東縣政府為了要茁壯 小農漁民 特別辦理了北中南三場的活動 我們今天是最後一場 直接來到我們台北站了 所以就要把我們屏東的優質的 農水產品推薦給 台北的朋友們 並且我們今天還邀請到了 六間屏東的在地業者 分別是我們的 雙文水產 立揚國際 風雨水產 加燈合作色 新丁咖啡 以及原住民特色農業推動協會 來到我們活動現場 立嘉嗎 立嘉也有來到我們活動現場 並且準備了很多我們屏東的 農產品以及水產品 來到我們活動現場了 我們還邀請到了我們的所長 來到我們的活動現場 是我們海漁所的陳歐全所長 歡迎 歡迎 那待會呢還會進行 現場的料理秀喔 所以我們邀請到了人氣料理youtuber Tinch Pistro美食製學廚房的 Christine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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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待會呢馬上就要進行我們的料理秀喔 所以話不多說我們直接把我們料理秀的活動現場呢 交給我們的Christine喔 歡迎你 嗨 那Christine先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你今天要準備來教大家做什麼樣的料理 今天要做的料理其實是一個非常家常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好 拿來做中午帶便當的一個食材 就是照燒鱸魚 鱸魚呢它這個是冷凍 完全是用那種冷凍的方式處理 所以它就把它最多的鮮度就保存起來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擔心說 喔我是不是買回來 一定要趕快就除掉它 而且要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鱸魚買回來就是這個包裝的喔 直接是這樣子的包裝 所以說它的這些魚刺啊 然後切我們的內臟啊 這些通通都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一拿出來你只需要退冰就可以 就是這樣的完整的一片鱸魚 非常的厲害 那我現在呢要做的就是片魚 我們也可以照燒醬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下眼 如果想要的話也可以 好我們現在要下鍋囉 我會這樣聽聲音是嗎 喔原來下鍋也有這樣的技巧 我都直接丟下去 就是如果鍋子不夠熱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魚皮啊 煎得上色就能漂亮 喔原來 所以要有那個啪嘶啪嘶的聲音 才代表有夠熱是不是 要聽到聲音 不像我們只擔心說會不會碰到自己 對 沒辦法像你趕快人家先跳開 我們大概是那種遙遠的這樣子有沒有 要放進去 對對對沒錯沒錯 好我們Christine啊非常專業的 講我們的 一定一定我一定是先彈開的那個 好 好那我們在見我們的鱸魚的同時呢 所長可以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屏東有哪一些非常厲害的農產品 以及水產品 這次要推薦給大家 屏東喔好山好水啊 這個 新所做的這個鱸魚啊 以及我們的甲魚啊 我們的泰國蝦等等等 在屏東這個產量也非常高 品質也非常好 喔對剛剛還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所帶來 給各位展壽的產品喔 有來自我們屏東的鱸魚 甲魚 還有我們的五仔魚 最後呢是我們的龍膽石斑 都有在現場喔 並且呢也有我們櫻花蝦的丸子 也有在現場 最後呢我們的農產品 一樣也有推薦給大家的 我們農產品今天帶來給大家 用我們的香蕉啊 咖啡啊 紅藜都有在我們的活動現場喔 都可以請我們的所長大力 幫我們推薦一下 我們屏東的農水產品了 對 所以說剛剛我們主持人 已經有提到了 那這些產品呢 我們都有雙認證 那我想大家有兩優質的一個 這個農魚水產品 自用和送人家都OK 這個絕對是品質保證 對像我們昨天台中場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做優惠的活動喔 要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管是昨天台中場 還是今天的台北廠喔 我們的水產品 屏東的水產品 只要任選三樣 通通都是一千元喔 推薦給大家 因為其實這個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像昨天主持人 就買了好幾條魚 回家來備存著 所以現場的朋友們 如果有想要購買的話呢 也都可以直接來到我們活動現場 我們一直到下午的五點鐘 都會在我們這邊 冰箱市場這裡呢 來進行展售的活動 非常歡迎大家都可以前來試吃 以及奉買囉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也同步來做燥燒醬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要處理我們的燥燒醬的部分喔 我把它放回原本這個鍋子的原因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有些鱸魚 它味道的精華 是在這個鍋子裡面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它 我們要把我們的鱸魚精華 鎖在我們的燥燒醬裡面 一起來吃下去 哇這樣子之後我們的鱸魚應該會非常的入味喔 是吧 是吧 Kristine這個鱸魚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不愧是我們的明星大主廚 哈哈 YouTube的流量不是造假的嗎 哈哈哈哈 也是有在練習吧 稍微的練習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都還算是就是平常大家都可以製作的部分 對不對 其實這一道料理真的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每一個其實只要是對料理有興趣的人 在家裡面都做得到 哇大家有沒有聞到香味 書長有覺得很香了嗎 哇 非常棒 待會我等鱸魚下去會更棒 喔書長說等鱸魚下去 會更棒會更香對不對 對 所以現場的朋友們都可以 停下你的腳步囉 因為待會我們完成之後呢 會發放試吃餅給現場所有的朋友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們的照燒鱸魚 好現場囉 那麼現場的各位朋友們 我們今天呢 進行的開車是照燒鱸魚 但是像我們昨天台中廠喔 我們是煮我們的香煎龍膽石斑 所以我們每一道料理都不一樣喔 而且都是來自於我們屏東在地的鮮味 並且呢我們剛剛所長有特別強調 只要是我們這一次屏東推薦的在地水產 都有經過嚴格的認證把關 對不對所長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認證 是怎麼樣的一個認證嗎 我想喔 這個各位有看到 我們這個鱸魚啊 它都有QR Code 平常呢 除了產銷履歷啊 可以溯源 是哪一個業者生產之外呢 這個我們屏東縣政委 特別啊 又多了一道這個認證 就是說有經過兩百多種的一個檢驗 它的一個相關的一些 這個 釣物殘留也好啊等等 那有檢驗兩百多項 那每一批呢上市之前呢 都要經過檢驗 所以說這個經過嚴格的把關呢 這個安全呢 絕對沒問題 所以說特別啊 介紹給我們這個 北部的這個朋友啊 盡量來享用安全絕對沒問題 屏東縣政委化保證的 哇 所以這個是只要掃描下這個QR Code 就可以找得到資料了是不是 怎麼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隻魚 其實都是經過安全的檢驗認證的 而且我們相關的資料 都可以掃描QR Code 就可以得到了 非常的厲害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 菇菇調味 你很認真在寄菜單 對啊回家可以自己做 哈哈哈哈 你看我剛剛在拍博當中 我很認真的在聽那個 要逆文切 然後要先皮先 那個粉要薄 然後皮要先下去 要先著金黃 對 我都有偷偷學起來 這樣回家我今天可以做一道 我的照燒爐 對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 大家在家裡就可以自己煮囉 所以呢大家都放心喔 我們今天推薦給大家的水產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了 甚至像我們的甲魚 來自屏東的甲魚 我們還有推薦給大家料理包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一片甲魚 搭配一到兩包的料理包就可以了 就可以煮出一道非常好的料理囉 好 好 OK 我們再稍微的把酒精給水產 我們公司 包括剛剛我們有提到的 我們的麗家 我們的這個 麗羊 這個麗羊 還有我們的雙文 雙文水產 還有以及我們的這一個 風魚水產 風魚水產的一個鱸魚 所以說呢 都有這個樣品在現場 QR Code都有 歡迎各位來選購 這個絕對是這個優質的一個產品 跟國人保證 而且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是我們屏東縣政府的推廣活動 所以只要你有掃瞄我們的QR Code的朋友 主持人還會再加碼送給大家一個環保的購物袋 所以現場的朋友們都可以把握時間喔 待會呢都可以直接來到我們的攤位現場來選購 然後掃瞄QR Code 還有購物袋要送給大家 好 其實現在呢 我們的接近球非常漂亮 這是一道照燒鱸魚我們就完成了 哇 我們的照燒鱸魚完成 哇 看起來太好吃了 真的 哇 而且這樣子一道料理 其實我們也做不了多少時間 馬上就完成了對不對 所以各位媒體朋友們 都可以趕快幫我們補助一下畫面 哇 真的是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而且好香喔 主持人不不及待想要試吃了 對不對 是的 那呢也請我們旁邊朋友們都可以呢 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或是我們旁邊的朋友們 等一下呢 都可以直接來到我們的前方喔 來看一下我們呢 這一道呢 熱騰騰騰剛完成的我們的照燒鱸魚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再稍後呢 來邀請我們現場的朋友們 一同來免費試吃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請我們的首長 以及我們的明星主廚 來一個大合照的部分喔 現場的朋友們 都可以移動你的腳步 來到我們活動前方了 一起來進行我們大合照的部分 然後也請媒體朋友們 都可以來捕捉一下我們的畫面 來 好 都可以吃人的嗎 你怎麼能吃呢 那沒有 這點 就是不然 你吃火鍋 都吃火鍋 ave火鍋 我們也就吃火鍋 我們來吃火鍋 我們在吃火鍋